日本前首相安倍遭槍擊 抢救後還是不治身亡 臨近國家南韓總理除了第一時間表達慰問 點開南韓入口網站 安倍晉三更成為最熱門關鍵字 而亞太國家外長們 儘管正在參加居團體外長峰會 也紛紛至上哀悼之意 安倍從政期間兩度擔任首相 綜橫日本政壇近三十年 在全球具有相當影響力 他離世消息一出 也讓各國領導人 包括英國前首相強身就推文 說安倍引領全球領導地位 讓許多人鳴忌於心 印度總理莫迪也形容自己與安倍的情誼 可以追溯到好多年前 法國總統馬克宏更推文表示 日本失去一位好首相 加拿大總理也發生悼念 安倍的辭職除了讓不少國家領導人 沉痛表示失去一位振友 但更希望喚起各界譴責暴力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